哈囉大家好,我今天要來講有關水果的 然後跟之前一樣,我會把小標題都先放在底下資訊欄 所以你們就可以去看你們想要看的小標題 然後會有時間列,你們可以切到你們然後看的地方 這樣就不會浪費時間 好,那我先介紹水果裡面的碳水化合物 水果裡面的碳水化合物通常都是 Fructose,就是果糖 跟其他什麼米飯麵食類裡面的Glucose不一樣 然後也跟Sucrose不一樣 那Sucrose就是葡萄糖跟果糖的合在一起的 可能50%50%這樣 然後通常你會在飲料裡面看到 好,那Sucrose跟Glucose我之後再發影片講 然後這影片我先來講Glucose就好 因為我這影片主要是講水果 好,首先來講水果健不健康 你們可能會覺得水果是健康的 因為它是你知道大自然產生的嘛 就是自然的最健康 但其實是這樣嗎?不是 應該說它如果是完全是大自然產生的 人類沒有去給它基因改造 錢 那它可能是健康的 但是人類基因改造過後 它就比較不健康了 為什麼?因為它的 Fructose的含量增高了 那其實 人類一次能代謝的 就一次能處理的 吸收的Fructose有限 所以它經過改造之後 其實就已經不太健康了 現在我們吃到的幾乎都是已經 基因改造過後了 所以你會覺得現在的水果很甜很好吃 那是因為人類把他們的什麼DNA的排列組合改變掉了 好,那再來講 Fructose的儲存形式 好,我先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Fructose你只會儲存在肝臟裡面 你不會儲存在其他地方 你不會儲存在肌肉細胞 只會儲存在肝臟裡面 然而你吃太多的話 你的肝臟就會把它變成脂肪 然後儲存起來 這個過程叫做Lypogenesis 就是你會變胖的意思 對 所以不要吃太多果糖 好,那再來講果糖不好的地方 當產生Lypogenesis之後 它會上升你的Triglucerase 增加不好的膽固醇 內臟脂肪 血壓 最後讓你的細胞 都變成胰島素抗組 那胰島素抗組是什麼呢? 有點難這麼短解釋 反正胰島素抗組最後的下場就是糖尿病 然後它同時也會產生自由基 那自由基是什麼呢? 這個也要解釋很久 那我就講懶人包 自由基就是它會傷害你的DNA跟你的細胞 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 就是去除自由基 那我之後也會發影片再講 你只要知道我剛剛大概講的原理就好了 好,那再來講重點了 水火可以吃但是不能多吃 那一次要吃多少的量呢? 才不會過量 就是剛好到可以讓你 全部吸收 就是在肝臟組成起來 然後不會 產生剛剛我說的那個 Lypogenesis 好,那首先看到這篇論文 它在裡面分成了四組 每一組都給予不同的果糖量跟水 就是合起來一起吸收 一起喝下去 然後看會吸收多少這樣子 那不用注意到水 注意到果糖就好了 分別給不同人 15、25跟50公克的果糖 那你可以看到在15公克的時候 大家都直接 就是吸收掉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在25公克的時候 其中有一條它有一點異動 因為代表那個人在25公克的時候就已經不太能代謝所有的25公克的果糖 那在50公克的果糖的時候又有更多條線 就代表大部分的人都不能代謝這麼多的果糖 除非你的肌肉量很大 然後你體重很重 你的身體就是消化速度很好 你才會 就是在那些線下面 就是還是有吸收掉 不然就是 把它儲存成脂肪變胖 好,那我會建議你們吃多少呢 我會建議你們吃15到25公克的果糖 一次喔 這樣就可以確保你 你不會吃超過 然後變成脂肪儲存起來 因為我們不想要變胖 我們想要它 就是儲存在肝臟嘛 好,那為什麼大家都說水果很健康 但是因為水果商人要賣你們水果 他們當然要跟你們講它很健康 這樣你們吃越多他們才賺越多 但是殊不知你吃太多就會有很多問題 那你其實一天 我覺得你要滿足你的慾望的話 吃個一兩份水果就好了 就是不用吃太多 因為你如果是要靠吃水果 達到你每天所需的礦物質跟維他命的話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你會儲存很多脂肪 因為你果糖會攝取過量 然後你的熱量也會太高 那建議是什麼呢 建議你就直接吞一顆維他命就好了 然後礦物質你也可以從其他食物中攝取 因為你不可能一天只吃水果嘛 結論就是水果不是健康的 也不是不健康的 就是你要不要吃都沒有差 但是 如果你要吃的話不要吃過量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很短就是來講一下 有關水果 因為飲食就含就 就那幾個東西嘛 那水果就是其中一項 那這樣你們以後就知道你們一天大概可以吃多少水果了 然後像可能 可能蘋果 好,假設蘋果來說 一顆兩百公克 兩百公克大概有 一百大卡 然後可能 二三十公克的果糖 然後 你可能可以一次吃一顆蘋果 就停了,就不要再吃了 因為你在吃的話就會不好 對 今天水果的介紹就先到這邊 大家掰掰 祝大家 減肥順利 聊天 找一半 雅 我們下一個人 雅 在雅 雅 敏 雅 雅 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